大家好 这几天给大家看了很多汉墓 正好借着这一期 给大家做一期汉墓塞石的视频 我面前就是塞石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塞石 这一块大家看一下 这一块带有个七八吨重 古代盗墓 汉墓十四九空 盗墓怎么盗呢 就是几乎是军队过来盗 大规模的盗绝 几乎是什么都不剩 为什么 徐州的汉墓 到现在很多都没有确定墓主人身份 就是因为印都消失了 因为印古代盗金银铜 全都给你盗走了 这个东西就是当时 怎么把塞石拽出来 盗墓者 这边找个孔 看到没有 这边找个孔 这边找个孔 两边是通的 两边是通的 能看到我的手指 看到两边是通的 钻个钻个绳子 然后我们还拽 就把这石头拽出来了 因为这个石头 很多人都问我 说这个石头怎么会拽不出来呢 因为塞进去的时候大家看啊 非常平滑 非常平滑 塞进的时候你说你想拿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 只能说是打个孔 叫牛逼孔 这也叫啊 打孔 我还拽 靠这个牛车呀 马车之类的啊 这些都是塞石 我换个视角啊 看 这塞石 这是一块板掌的塞石 大家看一下 打不打 凡是有孔 大家记住了 都是当时古代人盗墓 所打的孔 而且据传说这种石头啊 还根本就是从很远地嘛 运过来的 而且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 看到这文字 这可不是后人刻上去的啊 可不是说我刻个到此一游 这就是以前大龙讲过那些石材 比如说有工匠的名称 采石人的名称 他们打磨完一块石头之后呢 就刻上了 很漂亮啊 这以前多厉害啊 打个孔还拽石头 因为这塞进去就是防止被盗的 塞石塞石就是防止被盗的 看 太可怕了 这是牛鼻孔 这是牛鼻孔 行 这期视频大众就给大家做到这里啊